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是12月22日 星期四冬至 首先祝各位观众冬至快乐 这一集有两宗新闻去和大家说 第一宗新闻是关于包治金侄女 他又犯法 说起包治金侄女 相信很多人听过他做过最出名的行为 可以说是震惊七百万人打警察 还要一巴掌掩在交通境上 正正当时有镜头捕捉到这一刻 结果透过网络世界的传播 大家就知道 原来包治金侄女这么厉害 原来有钱大了 有权大了 连警察都可以照打 结果事隔了十二年 包治金侄女现在又惹上官非 刑事毁坏 毁坏了两部汽车 其实这个包治金侄女 已经是暗底雷雷 由他打警察那一刻开始 我已经做了资料搜集 找到他这么多年 究竟失败了什么 包治金侄女以前淪为大家的笑柄 但现在的包治金侄女 在连登上被人称为女手足 甚至乎还说是走起大家前面的第一个 甚至乎就是说 侄女你走得太前了 究竟为什么连登仔会叫侄女做女手足呢 和这个所谓的女手足之前一直犯了什么事情呢 待会和大家慢慢看 接着今天第二单新闻 就和大家说下细小粒 大家都应该了解 中国内地就有很多艺人中了招 当中细小粒也不例外 很多艺人当他们自己阳性确诊中招之后 都会拍片或者拍照发文 告诉大家 究竟自己有多不舒服 或者自己身体没事 细小粒分享的时候 就见到她的样子残了 然后她还要很自豪地去跟观众说 就是说 自己就知道一个偏方就说 中了招所以就不可以洗头 自己又没洗澡又没洗头 连自己养着狗闻到自己的味道都臭到嘔 所以今集是和大家去闹一下细小粒 第一 因为作为一个艺人 是不应该将错误的知识 还要当成是对的 周围去和人说 第二就是说 和大家去科普一下 其实肥人是更加应该要洗澡的 还有就是说 不洗澡究竟会怎样影响到我们健康 那洗澡究竟对我们 无论什么事情都好 有什么好处 都会和大家说一下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是有少少的医疗背景 特别是说肥 肥不是一种错 但如果肥你都不勤加清洁 错的就是冷散的自己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还有记得按下隔离的钟仔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看看侄女的事件 终审法院的非常任法官包至今的侄女 涉嫌在今个月湾仔的住所高空窄物去到地下的停车场 损毁了两部私家车被控两项刑事毁坏罪 案件今天在裁判法院提堂 最后侄女不获保释 需要收押至小腩精神病治疗中心 去索取关于她的精神科报告 原本在今日就会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 但她在庭上辞回申请 所以就继续需要还押 被告其实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我总之只记得她是包至今的侄女 今年已经46岁了 被控在今年12月13日刑毁了两部私家车 据了解被告案发时 由于不满一名的家庸 所以就将她赶来住所 保安其后就听到声响 发现两部私家车被家庸的个人物品损毁 即是她拿着家庸的个人物品 扔到别人的车那里 话就说是私人物品 但根据一些报道所写 原来是牙铃 即是故意把牙铃扔到街上 如果她扎到的不是车 而是人物品 那这个状况简直是不堪设想 其实这个包至今侄女 她的精神状态一直都很不稳定 所以判她进去小艦还押 要看她的精神是怎样 这一点都不出奇 接着就和大家看看 究竟一路以来 这个侄女是怎样无视香港的法律 继续任意妄为地生活 首先由2019年12月的新闻 慢慢退前慢慢看 在12月的时候 19年12月 她在中环一间餐厅被警方搜身 发现到她身上藏有0.14克非法药物 幸好她不用坐牢 被判感化12个月 有些人都说 正常这些应该需要判监 她居然感化就算数 已经轻得恐怖 然后时间再推前一点 去到2019年4月 她被人发现她是无牌駕駛 需要即时判监6个星期 这宗新闻相当之厉害 因为她在2019年的无牌駕駛 需要追溯 由现在数起12年前她打警察那件事开始计 因为她是在2010年聚走駕駛 接着就撞到旅行巴 然后当警察去处理这件事的时候 她就大巴地车到警察身上 这个大家都知道 之后侄女她被法庭判了停牌一年 以及需要接受驾驶改进课程 那些改进课程 你是一定要上课 你是一定要考试 如果你不上课 不考试的话 就等于没得拿回牌 即是停了一年之后 你不上课的话 你还是继续被人停的 这个侄女对法治缘无物 任意妄为 所以是没有上课的 于是基本上来说 变相就是一直停牌 换句话说 就是不断都是无牌駕駛了这么多年 直至到2019年的时候 刚巧被人发现有点不妥了 被人查牌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她已经是接近八年时间 在駕駛大胆车 是无牌 无第三者保险 是去到一个这么过分的程度 才被人判监坐六个星期 如果她不是包子金侄女 如果她不是有些钱 又或者没有人记得她叫什么名字 只知道包子金和她有关系的话 可能这些人 随时一早坐六个月都不顶 至于为什么 每一次在她身上的判刑 往往都是比较轻呢 我不知道 可能刚巧她好彩吧 或者刚巧撞证一些 叫做松手一点的法官 我不知道 关于法律的事情 就不要批评了 好了 接着继续慢慢看 再将时间再倒退多一个月 在2019年3月的时候 这个女人曾经在家里 威嚇要放火烧屋 和打她的爸爸妈妈 于是她父母很害怕逃走 并且报警 究竟因为什么事搞到这样呢 原来就是说 在家里喝大了 和一向酒品很差 每次醉了的时候 所有事都会情绪 全部都变得失控 原本这些 其实你去正常报警 警方落案的话 又是可以上庭去告的 但是她父母 又不做证人 又不姓 所以撤控 然后就很僥倖 因为这件事 是不需要接受任何制裁的 我自己就这么看 对了 其实她整个人的行为 已经是很疯了 不过最幸运的就是 有钱 如果她没钱的话 其实和那些 大家平时在街上看到 精神有问题 骨瘦如柴 无视他人目光 然后在街上 周围叫 周围跳 周围笑 甚至乎拿着垃圾桶 那些东西 就当是礼物周团的人 这个状况应该是差不多的 但是都是那句 因为有钱 有钱的话 就可以有很多人帮她 执手尾 可以提供到最好的环境给她 让她不需要 击寒交加 再加上有病 至于 为什么那些人 会说她是手足呢 明明2019年的新闻 没有说过 她有出去 参加过暴动 其实那些人 就是拿回 12年前 侄女打警察 这件事来说 就说 哎呀 侄女 走得太前了 这件事 已经先了大家 因为当时她去襲击警察的时候 交通警是没有还击的 甚至乎有点像足球插水那些 立刻跌落地下 然后还要说 哎呀好痛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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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完全没有受报 所以为什么呢 个个都说侄女是手足 但是 同样的事情 2010年发生的事情 我相信在今年明年之后 再发生同类型的事情的话 肯定是不会再有同类型的状况出现 因为2010年的时候 香港没有那么乱 没有那么多黑暴 真的乱的时候 都是说由2016年开始 由于以前警民关系良好 天下太平 那么除非 你真是一个凶神恶杀的黑社会人员 又或者你当时 是手持一些最凶恶的武器 如果不是呢 在以前那个时候 那么 貓至今侄女又醉了 然后 然后 一个女人仔 盖下去的力度 其实就 当然是会痛 但是你说真是去到受伤 真是去到襲击 真是令到警务人员 失去了活动能力 但远远都未去到这个程度 所以 当时的警察 就算被你抽水 弄了两锤也好 一巴掌也好 都没有那么容易 落手向普通市民使用暴力 因为特别是以前 如果你那么轻易用暴力 很容易被人追究 投诉 然后 又会无限放大 那个警察 所做过的任何行为 然后又要开block 又要去见上层 去评估 究竟这个力量 用得合不合适 所以 为什么呢 当时警察没有还手呢 虽然有些人就说 又好羞恥 男人羞恥 什么什么 总之好羞恥 但是 用常理去想 算是合理的 但是 如果你试一下 现在一个人 我说 你有病好 没有病好 只要你上去盖警察一巴掌的话 警察就已经有充分的理据 进行拘捕 噴完胡椒噴霧先 噴完之后 再用什么禽拿术 那些手腕的怎么屈 到其时大家可以想象的 然后还有 按下地上去拘捕 然后 再送进去猜馆之后 到其时 这些就有时间他自己受了 其实那些黄人 可以说是相当可悲的 因为他们输到没什么输 居然就是要拿一个 明显精神有问题做过的行为 去和自己涛光 互相取暖 甚至乎 就叫做污衊人家 叫人家做手足 觉得自己好威威 这些老实说 中学三年班都已经不舍再去用的伎俩 但是那些黄人 就好像对于 他们因为太过自卑 和因为他们在现实世界 没有任何成就 所以见到这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都好像觉得自己捉住了核弹 觉得这件事又可以令到他们开心整天 但反过来看 就是代表了 他们根本输到没什么可以再输了 可惹 好了 看完包子金侄女之后 和大家看看小小粒 明明小小粒中了招 病不舒服 还要去骂人 究竟井仔有没有人性 大家一起去看看井仔 究竟骂得对不对 今年37岁的小小粒 近年主力在内地发展 赚到盘满盘满 由于内地的新冠疫情倍增 小小粒也在竇音上透露 自己已经中了招 整个样子很借 黑眼圈非常严重 以及说由头救面 小小粒就说 哎呀 今天已经是我确诊了阳祖的第二天了 听说阳性不能够洗头 和不能够洗涼 如果不是毛孔就会抗张 所以自己就已经三天没洗头 没洗涼 我头的头油多到 我的狗闻到我都会臭到吐 于是就想问大家 有什么办法可以不洗头 不洗涼 但头都可以不要那么油呢 接着也都反问网友 其实你们阳性的时候有没有洗头 哎呀不行了 好不舒服啊 首先我想说 如果你说什么担心毛孔抗张 接着就会染病的话 其实逻辑上都不对 不要跟你说医学啦 你担心毛孔抗张的就是说 因为你会担心自己中招 那你都中了招 那你还担心毛孔抗张来做什么呢 所以如果用他套逻辑的话 应该是说 我未确诊所以我不洗涼了 我确诊了 所以我就可以无限洗涼了 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病得温温 连基本逻辑都混乱了 好了 首先要骂小小粒些什么呢 其实中了招 身为艺人拍片和观众交代 很合理的 可能将来如果我有机会 touch wood说句 我中了招的话 我也会拍片和大家分享 但是他居然就是分享这些 坊间的偏方 不洗澡 可以增加免疫力 可以对抗病菌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明星 特别是国内对于明星的要求 比较严格的话 我觉得小小粒说完这些东西 其实应该等他康复之后 是要被公安请他喝茶 因为作为一个明星 你说了这些不实的信息的话 如果有一万人看他 或者小小粒更加厉害 有十万人看他的话 代表了他的错误讯息 最少影响了十万人 当然有些网民是理智的 他们不会相信 但是十万人 我相信总会有一两个 甚至乎几百个人 会相信他那一套 然后在自己中招 或者自己的亲朋戚友中招的时候 就叫他们不要洗澡清洁 所以这个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卫生影响 所以为什么呢 是应该要去罚的 接着就和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小小粒更加需要洗澡和清洁自己的人 第一他肥 而且是非一般的肥 所以他体内的油脂分泌 一定是比普通人更加旺盛的 那当你油脂分泌得多的时候 那你身体上面的灰尘灰尘当中的细菌 那他们就很多食物 哇那么多油脂正啊 哇免费自助餐啊 到其时的细菌 你又不洗澡了 那便慢慢吃你的油脂 那到了最后 一变四 四变十二 来到这个礼拜更加讽刺 那最后很多细菌之后 会变成什么呢 便会发臭咯 接着你便会不舒服咯 你便会痕痒咯 甚至乎 如果小小粒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身体是有受伤的话 是会增加了发炎 和伤口细菌感染的机会 和伤口不是真的用把刀割下去才叫伤口 有时候有些伤口是比较小 是小到你留意不到 例如说 我不小心拿一张A4指 然后割到一只手 这些其实都是叫伤口 不过当然了 伤口比较小 能够感染的机会都会比较小 但你没理由是无端端把自己置身在风险当中 和大家科普多一个懒知识 虽然在我眼中是最基本的常识 其实皮肤是人类最大的器官来的 不是心肝脾肺神 是皮肤 因为是覆盖了我们整个人 皮肤在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的作用 其中一个主要的作用 是为了防止病菌进入我们体内 来保护我们身体 但是如果你不洗澡的话 你便代表任由一些细菌在皮肤上滋身 就算皮肤有保护你的作用 但是你居然容许这么多细菌在身上爬 你也是说 你的保护罩总会有穿的一天 天宝给了保护罩 你积极就要避开外面的子弹 但是你现在持着自己有保护罩 就说我不怕 疯狂射我 你总会有机会破防 而且千万不要觉得皮肤就像件衣服 因为衣服 你脏了 是不是换了它就代表没事 绝对不是 因为皮肤是你身体的一部分 如果你皮肤状态不好的话 你要由不好变成好 就和人一样 你要休息 你要去恢复自己的体力 例如说 哎呦 这里出诊 这里生蛇 行养 你都不会说两三个钟头 之后就会好 你怎么都要经过三四天 之后就会好 你不会说 好像换了件衣服 那样 皮肤就突然之间 青凉白正 没有这一回事 另外 刚才说了皮肤是一个人的器官 如果一个人的器官状态不好的话 很明显 连带都会影响到整个人的健康状态不好 即是说 哎呀哎呀 井仔神亏 我亏完之后 我个人 很潮水 又有黑眼圈 然后说话又没神 说话又漏风 然后对眼又不看到镜头 然后说话又没自信 就算我心脏我肝脏好强都好 但是我神规 你整体都会看到 哎呀井仔 最近有点不对路 即是你都会明白 所以你皮肤状态不好 还要是说一小小的 刻意搞到自己皮肤状态不好的话 是连带整个人的健康都会有影响的了 不好都算了 他还要是选自己中了一招最不舒服的时候 才去搞这一件事 所以是说八上加根 即是说中送送送送送送不知些什么 我个人来说 是相信他说自己家里的狗 臭到偶应该不是说谎 亦都不会夸张 为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肥人 但我当然未去到他那种程度 但好像我这一类 即是叫做BMI 高过正常水平小小的肥仔 特别是在香港或者叫做广州地区的天气 在夏天来说 你正常一日都要洗两三次凉 如果不是你真的会太油太污脏太臭 我自己在夏天的时候 通常做完神早新闻 吃完早餐出门口之前就洗一次凉 接着就去到做完事了 接着回到家准备吃晚饭之前 就洗第二次凉 甚至乎我以前未拍片的时候 因为我未拍片的时候 全日在家 我又不会全日开冷气 所以那时候是要一日充够三次凉 因为你油脂分泌得多的话 你除了臭之余 你个人都会不舒服 如果你本身你份工是需要接触这个社会的 是需要和同事合作 是需要见客的话 你不努力去洗凉 你不去清除自己身上的臭味的话 即是工都有机会不让你回 就算我现在做的事 我不需要见各位 各位见到我 我现在看着一个镜头 但都需要个人清洁 如果不是 就算我不介意臭 我不介意旁人目光 反正你们不知道我现在有多臭 但是 其实你都是会皮肤痕痒 痕痒之后最不舒服是谁 又是我自己 所以特别是病的时候 才要认真努力去洗凉 特别是有些人 洗凉很厉害 突然以为濕了身体 就叫他洗凉 然后简又不用 然后洗凉液又不用 这些人可能会觉得 省时间有工作 但遲早皮肤都会出现大问题 然后皮肤出现问题之后 可能又会影响到其他地方有问题 而且皮肤要变得更好 例如说要由一些火星表面 变做白滑 清静白正的话 那个时间是很长的 所以皮肤的护理 我不是贪美美美女 不是这些 即使你是六十岁七十岁都好 其实保养自己皮肤 都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个人去到六十多七十岁的时候 糖尿病有机会有 还有有的人都不少 特别就是说 如果你有糖尿病 你又不好好清洁身体 令到自己的皮肤状态差 容易破损的话 再加上你有糖尿病 那你就可惹 你的伤口有时间 你都好不回 所以唯有长期保持着皮肤干净 令到皮肤有弹性 有水分 就算你有糖尿病也好 减少自己皮肤有伤口的机会 对自己好一点 所以洗澡这件事 真的很重要 无论你是像我那样 年轻小孩 小朋友 还是中年人 老年人 洗澡很重要 分享多一点 在医院做的经历 因为有些病人在医院睡 就算是植物人 都要定期抹身 有时候我做过外科 内科也做过 有时候外科的时候 病人刚刚做完手术 在治療室出完后 他的麻药又未过 又或者他插着很多喉管 可能他又要洗腎 可能他那里又吊着尿袋 他未必方便洗澡 也好 你都要帮他去抹身 如果不抹身的话 我们这些做开医护的都知道 其实是对病情 你未必会有很明显的恶劣影响 但你都会知道对病人不好 我们做护士的就是要去照顾病人 当然就是想他舒服 如果就算你做完手术 但你又痕又成的 难道就说 今天不是看你这个病 我不会帮你 护士不是这样的 我们也有职业操手 所以在医院来说 特别私家医院在这方面 因为人手足病人少可以做得足些 例如说 如果病人有要求 可能一日三次都会帮他抹身 但就未必是护士抹身 因为抹身对于技术要求不高 由其他下一层的同事帮手抹身 甚至乎有些病人 如果他自己有OK的 都建议他一日或者两日洗一次 就算他自己不方便 都会去派职员 扶他进去洗凉房 然后帮他去洗凉 当然最理想 可以洗凉的就是洗凉 有些真的不能洗 抹身也要去抹身 甚至乎为了头部 因为头有头有 不过水怎么洗 其实我们医院 其他医院我不知 我只是说我以前做过那间 我知道的例子 其实有些清洗用品 是说不需要过水 就是特意给一些不方便过水的 场合和人用 然后搓在这里搓一下头部 然后抹干净 等于清洁了 病人会舒服点 而且真的能清洁到头部 但最理想 都一定要洗凉 所以病了 中了新冠 如果各位 我不会祝大家中了 如果真是 你知道有什么亲朋戚友 相信了小小的这一套 立刻把我影片送给他 顺便叫他看完广告之后 就立刻去洗凉 好了 今集就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我随便分享这些医疗知识 今集就到这里 我都准备去吃饭 好了 就这样吧 明天再见 拜拜